- Alright, alright - You can't invade my space like that, I'm not Taiwan - Stop filming - You're putting, you're putting the camera like that, I don't agree - I was not a country - Don't 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最近啦,英國YouTuber鋼琴家布蘭登跟馬來西亞歌手黃明志 在YouTube上隔空對話啦 並且透露有機會可以合作一下 小粉紅啊,求人得人啊 越來越把事情鬧大啦 布蘭登在黃明志新歌龍的傳人下方留言 欸,我蠻喜歡這首歌的啊 有機會來英國的話呢 可以合作一下,對不對 那黃明志回他說 如果你也想來台灣或是馬來西亞的話 那我也非常歡迎你們啦 趕快來聯繫我 但是 Don't touch me 有gay到這個梗,對吧 最近非常多的英國人到車站支持布蘭登 有伴舞的 也有一騎反共的 還有一起拿喜維尼的 拿八九六四的 我怎麼覺得這點英國人好像比台灣人團結啊 難道是我的錯覺嗎? 或許是 而布蘭登也出了好多鋼琴曲獻給粉紅 帶大家來聽一下 這首最新的粉紅迷音歌 你們好 張寧張寧 真的紅了你啊 張寧 海外英國的 中國各種活動的主持人 真的紅了 所以我說啦 他們會變成迷音 流芳百世 而在美國也非常多人關注這件事情啊 許多直播主跟網紅都有在說哈 像是這個擁有156萬訂閱 介紹遊戲類的 Recordering頻道啊 他就嗆這個粉紅說 哎 你們這些瘋狂的小粉紅們 以為啊 你們來到的地方啊 還是中國是吧 要求其他國家的公民 遵守你中共國的規則 非常荒謬 其實跟大家科普一下 在中國 相對歐美國家來說啊 才是最沒有隱私權的 你看街上那個滿滿的監視器 這就算了對吧 因為畢竟是公共廠了 算了 但他的問題是什麼 你利用這個監視器 找政治犯 找政敵 你分分鐘就找到 但是找失蹤兒童 你找不到 所以當時網路上流傳一個嘛 當你遇到困難的時候啊 想要被這個公安尋求幫忙的時候啊 哎 發個帖子 at人民日報 at央視 馬來加聖上 權衡一下 你當你遇到的困難會比較危險 還是被公安抓走 遇到的這個困難會比較危險 你權衡一下再去做這個決定 對吧 OK算 我就拿一個例子來說啦 河南村鎮銀行 40萬儲戶的錢被坑對吧 這是兩年多前的事情對吧 結果中共跟銀行 一開始面對儲戶的維權 竟然是聯合在一起 用了什麼手段 利用健康碼 把他們變成紅黃碼 禁止他們跨省移動 城市移動 禁止他們上火車跟下火車 非常精準的知道誰是儲戶 誰不是儲戶 對吧 這個影片 這個中國網民揭露的影片 兩年前我們都發過 那請問這個叫做尊重隱私嗎 你就剛好知道 這個被紅黃碼的人 都是剛好要去河南維權的儲戶 有那麼剛好的事情 那當然啦 在這些儲戶聯合起來 拉那個英文和服 被BBC德國之聲美國之音報導之後 中共才誇口說 我會幫你改善 但是 至今 還是看到河南出戶 在維權抗議啊 在被打槍山啊 但是呢 我們都是從外網上看到 對不對 我前女友跟我一個員工 2016年到2018年 都曾經在上海的大學 當過交換學生 那女生宿舍洗澡的地方 是大澡堂 沒有單間的 大家一起混浴 大家一起洗 那我員工的大學 則是用一個布簾擋住 沒有門鎖 這個比我當兵的環境還不如 什麼叫做隱私 而2024年的今天啊 具體來說 現在這一些大學 有沒有改善 有沒有這個門鎖的隔間單間 我不清楚 或許有 或許沒有 但以前那個時候 確實沒有 對吧 那隱私權在中國社會 根本就不重要啊 你們自己生活在中國 你們 你們不覺得 當小粉紅講出隱私權的時候 覺得很可笑嗎 而你到了海外 卻要跟海外的人士說 你要隱私還打著 中共國尊重隱私的這一塊 完全顛倒黑白 當然如果你是趙家人的血脈 那你在中國 確實 會得到滿滿的隱私啊 那除了剛剛說的美國網紅之外啊 還有擁有351萬 Twitch粉絲的主播 237萬YT訂閱的柴客 他也開直播痛罵小粉紅 欸你們真是一群瘋子啊 你們一開始要求布蘭登不准拍攝 但不好意思啊 布蘭登不是在中國他可以拍 如果你對一個國家的法律不滿意 那你就回你的國家去吧 好吧你不喜歡就滾啊 你不能來到我們的國家 來到我們的領土 然後跟我們說我們應該怎麼做 大家有沒有覺得惡熟能想啊 最近一些什麼事情啊 沒錯啊 大家有沒有發現一個很好玩的現象 就是小粉紅在中國境內 是不能遊行抗議的 哪怕你是組織起來 發動愛黨愛國的天安門遊行 也是不可以的 所以白子運動啊 很多人被秋後對吧 八九六四就更不用說了 除非是官方放任帶頭的 反日反韓運動 這個另當別論 那不過最近反日運動啊 被中共給壓制住了對吧 中共站出來啊 請一些大V啊 痛嗆愛國大V 反日反歐美 中共就是變來變去啊 你怎麼知道他今天要反日 還是明天要親日 今天說變就變 對吧 以前帶的封信就是 我默許你們仇日仇美 但是我有需要 需要一些投資 需要一些招商環境的說 不要了不要了 不要了 我要譴責你們 但是呢 會不會過一兩個月之後 又變成仇日仇美 這很難說 中共就是這樣變來變去 讓你時不時被鐵拳的莫名其妙 但是這些粉紅啊 在海外遊行啊 抗議支持中共 那就非常激動了 要他們回中國 去愛黨愛國的遊行 卻各個都俗辣 對吧 所以有時候人啊 不是無知 更多的是壞 像是大中華王志安總統啊 在推特上說 我youtube明明成立了一年半左右啊 為什麼那個 台灣的那個誰八九說什麼 忍了我兩年之類的 但我明明說的是你的推特啊 你自許為調查記者 卻把推特 偷換概念成youtube頻道 你推特頻道 最好只成立一年半哈 好壞啊你王總統 另外一位啊 擁有207萬訂閱的喜劇演員 Albert & Bridge 也模仿小粉紅搞笑的片段 把臉貼著人家的鏡頭 然後說 不要拍 不要拍我 途中還嗆 你們不能這樣大搖大白的 侵略我們地盤 我們又不是台灣 只有兩個人還說什麼 中共就像黑幫一樣 如果他們不喜歡這個人 不喜歡這個組織的話 就會政府出手去解決 就像如果你承認台灣是一個 國家的話 中共政府就有理由去拿你 像是封鎖你的IP啊 或是把你消失啊 然後他們也說啦 我們對人們說中國壞話不建議啊 我們不支持中國 也從來未計劃去中國 那先 帶大家稍微來看一下 這個搞笑的片段 好 你不能這樣派大空派 我不是台灣 停拍我 你不支持我 你不支持我 我不是一個國家 沒有 大鬧倫敦的小粉紅 其中之一 他也發出了求助信 希望大家幫幫他 帶大家來看一下他翻譯的文稿 他說我好害怕請幫幫我 我已經好幾天沒出門了 我和我的家人每天收到成千上萬的仇恨訊息 各種騷擾 威脅訊息 和來自陌生人的電話 一切都是很緊張的 我真的精神崩潰 我只是恭敬地問 他們是否可以停止拍攝我 我一直是一個很善良且有禮貌的人 為什麼大家都突然討厭我呢 這確實影響了我的心理健康 我只能說啊 可能啊 你確實這個趙家人的級別啊 是你們那群人最小的 所以讓你躺槍 而且啊 你也沒什麼好討拍的 你們眾人 當時去對抗 布蘭燈一個人對吧 而你們也各自拍片去嗆對方 你們也挖出布蘭燈很多東西對不對 你們挖出他們非常多的影片 非常多的這個資料 所以其實你也沒什麼好討拍的 當你們互相做一樣的事情的時候 這就是戰爭 而這個時候就是市場機制了 大家信誰 大家挺誰 而今天啊 切好是你落敗了 所以你不用裝可憐 你選擇了這個戰場 你就堅持到底 要是你今天贏了 你肯定也是拍片愛黨愛國的說 哎 讓英國人好看什麼諸如此類的 你看大英博物館 致敬海一堆小粉紅在那邊穿馬面裙 在鬧哦 好多哦 當然或許你不會這麼做 但是你們那群人 其中之一 肯定會有人這麼做 而你現在只有兩件事情可以做啊 第一就是 不要陰陽怪氣的道歉 第二就是反抗到底 沒有第三條路 當然啦 你可以參考王總統的道歉手法 供你參考 我應該在你彈琴的時候啊 歌頌英國國王 啊不 我我應該拿到英國護照的時候 就讚揚大英的歷史 我應該在你拍攝車站的時候啊 讀查理事三世思想讀本 伊利斯塔白二世三個確立 邱吉爾理論 安寧女王的語錄 英國人是歐洲之光 是英聯邦之光 還是世界之光 更是宇宙之光 記得千萬不要上妝 衣服穿得隨意一點 最好蓬頭過面一些 這樣會顯得更煽情 讓人更同情你 這樣的道歉 你學廢了嗎 好影片的最後還是要 帶大家來看一下 這個最近山上優雅 來到我們台灣啊 他在IG上發了一個貼文 後面秀出這個中華民國國旗 結果呢小粉紅嗆 崩潰 當然啊對他各種人生污辱 那他人生污辱的話 大家可想而知是什麼 這邊我就不方便贅述了 那我就講這個政治類議題的嗆 像小粉紅就說 下比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懂了嗎 下次記得換這個國旗 取關了敗家娘們 我怎麼這麼說啊 人家賺的錢是自己賺的 人家也不花你的錢 人都要敗不敗家 與你無關 怎麼 山上優雅也是你的一部分 你管到他 他怎麼敗不敗家了是嗎 全世界都是中國的 全宇宙都是中國的 中國是宇宙之光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 不記得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白鵝 大家見了 掰